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是介紹 Insta360 新出的 4K GO 3S 一部只有手指公這麼小的超迷你運動相機 上一代的 Insta360 GO 3 因為只有 2.7K 最高的解像度 很多人一聽到這個解像度就馬上止步 不打算買 看看今次這部 Insta360 GO 3S 已經升級到最高解像度是 4K 30 格 就看看大家本來想買 GO 3 一聽到 4K 這個解像度 應該很多人都會忍不住會入手的了 今次這部相機主要是解放雙手 拍攝一些生活日常的片段 那我試完它原廠跟尼的配件 出去中環走個圈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今天帶了一部 GO 3S 來到中環拍一個 Ford 解放雙手 那我現在就用電話來拍 就拍一下自己 除了拍自己 除了拍自己 還有拍一些器材之外 我全部都會用這部 GO 3S 去拍的 我覺得好曬 現在中五的 12 點幾 那這裏上去應該是大館 那我現在就用了 4K 30 格 那這部 GO 3S 的最高解像度 還開了這個自動水平修正 最高10度的傾斜 它都可以幫你調整平衡的 用到它內置的 Flow Stay 電子防震 我現在用到高的級別 那它還有一個更高的級別 那我覺得不需要了 因為它會裁走了很多畫面 好 上到來了 大館 那我覺得現在很輕鬆 那我去到這些地方 以前是要拿著一個 Cam 來拍 那就算不拿著 Cam 好像現在這樣拿著手機來拍 就是這樣拿著手機來拍 其實是很外眼的 那現在用了這個 GO 3S 就不需要了 那加上我穿著這件黑色衣服 那 Cam 也是黑色 就算你在拍攝當中 只有一顆紅燈在那邊閃閃閃 那現在就不是那麼外眼的 哇 這裡很大的貓頭 加上又有一些樂業在那裡襯托著 這條後巷經常拍電影 最近有套什麼 金手指 我記得是金手指 有一幕在這裡拍的 這個 B 倉 大家可以順便現在看完 在光線不充足的環境之下 拍攝出來的畫面 還收不收貨 即是一隻手指公這麼大 只有39克的 4K 小型運動相機 拍出來的畫面 都叫做合格的了 在網絡上面經常介紹過 Bay House 很多人買過的彈達 不知道現在是否可以賣呢 有喔 好 先買兩個 都不在 基督教青年會 很多模特兒都會在這裡拍照取景 我自己又沒有帶腳 我怎麼可以自拍呢 如果見到街上有一些金屬的表面 例如燈柱這些 可以這樣把Camp吸上去 又可以做一個自拍神器 可以直到和橫倒 圓盒套裝 跟來有這兩個配件 磁級的相機包 看到這個波裝 可以調校無限角度 另外這一個 是一個可以循環再用的 黏貼的底座 而且底座現在是 柔軟度很高 可以貼在一些不同的表面 來到香港醫學博物館 又是一座紅磚建築物 介紹這部相機的聲控功能 譬如我現在在錄影中 我講一句 STOP RECORDING 很方便了 它會自動停 如果我說START RECORDING 是不行的 因為要開著這部相機才生效的 好了現在開著了 START RECORDING 它又開始自動錄了 另外試試手勢控制 舉起五隻手指 它便自動開始錄影 再舉起五隻手指 它便自動停止錄影 除了這兩個可以遙控相機的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ACTION POD 將鏡頭貼在金屬的表面 然後用ACTION POD開著它 控制錄影 這樣便是一個手持的遙控器 接著我又試用一下 GOLFREE這次新增的間隔錄影功能 要用ACTION POD入去Menu那裡設定 現在我選了FORD的模式來設定 現在Deford就是單次拍攝為1分鐘 每隔10分鐘拍一次 影片解像度是2.7K 30格 參數亦都可以自己進去修改 我嫌隔10分鐘拍一次太長了 我現在改為3分鐘拍一次 每次拍一分鐘 接著解像度我當然是4K 30格 之後再看一下有些什麼設定 進去FOV這一版 選回Megaview的鏡頭角度 拍出來的畫面不會變形 和比較自然一些 它還有得讓你選擇 究竟是獨立鏡頭 還是連同ACTION POD 來一起執行這個間隔錄影的指令 還有這裡說了間隔錄影中 指示燈是會變成橙色的 設定好了出主畫面 它告訴你 關機之後就會自動開始 間隔錄影期間 遇到有想拍的東西 又中途暫停了 可以自己按錄影鍵 那就保證不會錯過了重要片段了 我從醫學博物館到中環街市 很清楚看到了 DISPLAY上面就說我 已經執行了4次的間距錄影 加上我中間有幾段 是自己手動看動錄影 看看用AI剪出來的FOV 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現在馬上用INSTA 360 APP去剪輯 剛剛加加密密有9段片 現在交給AI和我分析了 剪了一條54秒的短片 在下面可以選擇 短片想用什麼主題來剪輯 加一些特效 全部都是AI幫你搞定 不用自己操心 看過了初稿之後 如果滿意的話可以匯出 選擇手機的相簿 還可以自定義做4K 下面的馬率更高 現在馬上看看AI剪出來的片 是什麼樣子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來看看 接下來我示範一下 如何设定这次Go3S独有的Apple尋找功能 首先是ActionPort找Apple尋找的设定页面 然后开始配对 然后打开iPhone的尋找App 加入物品 给它一点点时间去搜寻一下Go3S 好,很快就找到了 然后我们就按连接 再帮它改名 我就这样叫做Go3S Emoji随意选可以 确定一下它绑定你哪个Apple ID 就在寻找L里面看到你的Go3S所在的位置 按播放声音这一键,镜头还会发出响声 只要有任何人用iPhone 经过你的相机 都会在花卖网络记录下相机的位置 现在这样,随便扔相机在草地那里 去到iPhone里面,寻找这里 已经很清楚看到Go3S的位置 现在就很近 所以这里显示在你身旁 如果太远的话 可以按路线,它就会召唤地图出来 那就会显示一条路线 跟着一条路线走过去 开始路线,抵达 现在已经去到附近了 这样就按播放响声 但是只可以只是镜头 才能追踪到的 Actionport是没有这个追踪功能的 这个功能对我真的很有用 我记得之前去日本旅行 真的跌了一部Go3在地上 Go3S没有根据记忆卡 如果去旅行,怕不够安全 那就要买一个闪传伴侣 方便将一些档案 即刻传入电话 以及传入记忆卡里面 我之前有几条去旅行踩单车的影片 用Go3拍 只有2.7K,未去到最好 现在升级了Go3S 那我以后都可以拍4K画质了 那我现在就示范 用Instagram Go3S 拍一个我踩单车去买外卖的Ford 我把CAM放在胸口的池级座 放在胸上 好,开始录影 是否我?我了 好,麻烦 好,不如山下鱼 好 我現在就夾了在鴨舌帽那裏 收音可能就不太好 因為有鴨舌頂住了 現在我裝回去胸口 說話應該清晰很多 收音都大聲很多 其實我都很喜歡把這個攝影機當作收音咪用 這集Insta360 GO 3S的示範到此為止 看完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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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